江城好 昨晚春晚不知道你们看了没有 那么我是 吸引我的呢就多看看 不吸引我的低头玩手机呢 低头 手机上刷视频 哎呀 在这个信息多元化的 时代 你们说春晚真的是 越来面临很大的挑战 我的感受是 刘欢 算是一个亮点吧 但是刘欢这个歌曲 我觉得没有 没有很 完美吧 不知道是谁做此作曲的 这首歌呢没有 没有一个什么高音 没有一个高潮的 我觉得刘欢自己会做此作曲 应该把这首歌稍微改一下 有点 整体上很抒情 又抒情又高潮 刘欢一出场 那 气场不一样 他们 确确实实 大气 刘欢 刘欢 刘欢为什么能活这么多年 第一唱抒情歌曲非常细腻 唱这种 勾引气势磅礴 所以刘欢玩那一战 给人 在一个小品这一块 小品啊 小品 我还没有 认真的整个这个春晚 我回头我再看一遍 再看一遍 我是单从表演上来讲的 有些小品演员呢 说话就比较快 刮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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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境当中 我感觉我的演技能做到这一点 成为小品上的一个亮点 但是怎么样打不是这个圈子呢 确实很难 我再思索一下 也不然我也拜风拱为师 假铃就是拜风拱为师啊 昨天晚上江坤也出来了 拜江坤文师啊 有这些老师的引路 或者说给中央电视台 文艺部 直接写信 到每年下半年 充满筹备的时候 这个小品来源 我现在我就 我个人估计有两个来源 一个是 一些团队创作的小品 可能有一些就是 中央电视台命题 有了小品之后再找演员 这时间他们就会看物色 谁是谁演得好 这些我毛髓自荐 我说我已有信心 成为小品的一个亮点 也许经过我那种 会让我试一下 试一下之后 我这个对小品的 表演的节奏的把控 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争取我以后成为 经过这一两年的努力吧 让大一哥 对去大一哥这里 让大一哥帮我联系的渠道 成为以后这个春晚 或者联欢晚会当中 歌曲小品的 双亮年的一个人物 说到这 我的一些粉丝又跟说我吹牛啊 吹牛 三天不吹 我嘴又洋洋 我继续加油努力吧 反正是我看了春晚 我他能表演方面 这是我的感受 对不对 我肯定要 看他们包括他们的舞蹈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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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的 歌曲怎么怎么唱的 小品怎么怎么演的 好 我还会回头再仔细看一下春晚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点赞 关注 转评 拜拜 拜拜